以軍地面部隊進入加薩走廊在即 除了繼續對北部轟炸外 以色列當地時間21日也發下傳單 警告在當地的民眾 如果不離開加薩北部 將被視為恐怖組織的同謀 聯合國旗下已有五個機構 包括世界衛生組織 和世界糧食計畫署在內 在21日發表共同聲明 強調加薩走廊的居民 正面臨災難性的人道危機 目前共有160萬人急需人道援助 雖然自10月21日開始 第一批救援物資的車隊 已經從加薩南方的拉法關卡進入 而22日晚間 第二批14輛卡車的車隊也抵達加薩 但兩批車隊一共也只有34輛卡車 根據聯合國官員表示 每天至少需要100輛卡車 才有辦法解決當地居民迫切的需求 因此聯合國仍在和各方協調 試圖建立一條更穩定的人道走廊 華語新聞方一知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開啟小鈴鐺 並開啟小鈴鐺 並開啟小鈴鐺